美国政府封杀TikTok仪式持续发酵 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一次的就此事发生 称TikTok必须在9月15号之前要卖给美国公司 否则必须停止所有的在美业务 TikTok目前在美国拥有约1亿活跃用户 整体趋于年轻化 纽约时报评论称 如果能完成收购TikTok 微软就能与脸书、推特等社交媒体巨头进行竞争 在微软正式确认将继续收购交易之后 其股价应声大涨 截至3号收盘涨幅达5.62% 报收216.54美元 刷新7月9号创下的历史最高价 有分析指出 微软看到的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海量的大数据 这让微软不止可以用来改进其操作系统 手机、游戏串流等 且TikTok在人工智能上的深度与广度 也是微软所需要的 而对于一度威胁关停TikTok在美业务的 特朗普政府来说 收购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才是最关键的 对于这番表态 微软方面拒绝发表评论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 9月15号前完成收购可能很难实现 目前这笔交易的关键细节 包括收购价格等都还没有敲定 另据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政府目前为TikTok在伦敦设立总部开了绿灯 相关计划将在几天内公布 对于这一消息 TikTok方面回应称 的确在探讨在美国之外 设立TikTok总部的可能性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